不會 莫拉會被秒殺 他不會死 可能不會死 但他一定想坐牠 會被開戰 蹦蹦牠 我覺得牠不敢 牠會蹦牠 我會堵牠不敢 我堵牠蹦牠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閃電狼的教練林口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單元 讓我來預測 那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大家好我是狼邊 第二位來賓 大家好我是乃綠 因為狼邊隊帶來粉絲也算是新面孔 可以問一下就是 對傳說這個遊戲 一天大概玩多久 那算是很熟悉嗎 算是一個月玩十場小彎 但是我看很多比賽 就是我們展亮的比賽 甚至其他人比賽都會跟著走 對對對 因為我們今天會挑三場高雄城市賽的影片 而我們會在每個會戰的關鍵時刻暫停畫面 來一起猜這個後續會戰的走向 所以我們今天的身份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屬於一般人 專業高手 中間玩家 來看看說 誰能預測的會戰比較準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哈哈哈哈哈哈 蛤 你是聯盟B耶 我先嗎 對 現在就是左邊經濟跟人投訴落後 所以他們現在中路很想要打這個大的 對 然後五個人直接 那可以看到右邊 上下路都在情敏嗎 在線什麼的 所以 只能靠中路跟打野來守 我覺得左邊會把中卡給拆了 立庭因為他沒有大絕 所以他也沒辦法做什麼事 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讓凱鈺發表一下 我覺得右邊會 因為柯已經死定了 柯已經被暈 KIMI暈的時候就有點沒救了 因為他卸直的是出摩穿鞋 感覺他一定活不了 但是 艾里在包 然後菲尼克 因為這遊戲塔 就是傳的時候 塔掉了還是可以傳下來 所以菲尼克跟艾里快到了 幾樓也快刷新第二次 最少一定是11個 我覺得 右邊會什麼 2萬4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算是1比1嗎 對 好1比1 那我就猜 我猜的話 我大膽一點 我覺得左邊死病 我覺得應該會全命 他們這個經濟落後 然後又去做一個打殺 然後你可以看到 現在小屁的畫面 看起來全部人都在包過來 感覺是一個包水餃 我覺得 柯里希不會死 然後人頭差至少是 零三顆頭以上 左邊有可能全命 可能是剩一隻吧 柯里希可能不會死 我覺得他一定說 我不信 好 來 等一下你們兩個都沒看過吧 沒看過啊 好像你有看過 沒有 沒看過啊 好那我們就 最後小答案 過來要看柯里希被秒掉 沒有 他就能活 左邊那隻的 活了啦 活了啦 泥霜開起來了 沒有 為什麼 蛤 一個頭嗎 全面全面全面全死 全死 全死 太誇張了 一人家 沒有 就跟你說 團面影片要看 讚乃綠算贏嘛 因為他蔡右邊贏 所以目前是 1分1分0分 那我們到下一個 第二個片段的環節 這個 你覺得做 這個anç כשיו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 沒有 這個平等的內容也太難了吧 播放之後就放W implement 可能如果要有&** 然後就笑了 previously す consisting 這次我們改變一下順序 我們這次覺得我先來 我看一下喔 因為這一次剛好停閣之前 我沒有注意到他們裝備什麼 但是看起來是一個兩分鐘的龍戰 我覺得左邊會贏 我會盲拆跳進去 沒大阿怎麼跳 沒有沒有我意思是他直接撞進去 最後應該會打成個 2比2吧 然後換哪一個 好難喔 右邊蹲在角是 蹲在草叢的角色感覺爆發 然後感覺不夠把他秒掉了 身為一個高手打高手 如果繼續影片 我不是克里希先給他一整套 對 我真的看不下去 那這個很難拆 我覺得一定 右邊一定至少可以拿一個頭 右邊有兩個不帶閃 左邊全招都還在 我覺得牛高機率會死 但是感覺其他人有機會打贏 OK 所以我現在這邊是平手 然後這邊是一謀一票 那再來換旁邊 沒關係壓力大 你就跟高手打 不然就直接講 覺得怎麼樣 直覺 右邊會贏 右邊會贏 為什麼 他們夜叉支援的比較快 因為他們先蹲嘛 對 所以他們會先控制他們 然後他就 就 夾起來 嗯 狼邊的預測是 滿直覺的 其實也是非常符合邏輯啦 那我們來公布答案 彈起來結構 彈起來 彈起來嗎 還是會盲看 彈起來結構 給你看啊 耶 左邊先開 耶 我吐了我 吐了吐了 所以算是平手 會戰結果是平手 我們都沒有一個人 完全的 準確的預測到 我發現 他們叫K2那反過來念是AMK 發現AMK秘密培養的 那就對了 那我們剛才預測的結果 算是沒有人完全的 全部命中 因為我預測的是2比2嘛 但是最後平手 沒有一個人頭交換 也沒有哪一邊 就是完全的劣勢這樣 那我們進入第三個預測片段 那我們由乃綠先發表她的想法 左邊贏嗎 左邊贏是不是 經濟贏五招全亮 右邊五招全亮 瞬移了 我覺得01吧 反正右邊會死一個 左邊贏了 就小小的啊 頂多就小的 那我們換狼邊 我剛才看到 莫拉 她放完糟了嘛 女超現在也在勾了嘛 對 所以呢 他們沒招了 那個麗婷 帥哥麗婷會去處理那個莫拉 不會 莫拉會被秒殺 她不會死 可能不會死 但她一定想做她 會被開戰 蹦蹦她 我覺得她不敢 她會蹦她 妳都會堵她不敢 我堵她蹦她 好 現在這個一般玩家和職業玩家 開始出現一個激烈的交互 來 我們繼續 右邊贏 還是左邊贏 我猜右邊贏 猜右邊贏 好 急比急 左邊掉一顆頭 我就覺得很難殺人 左邊掉一顆頭 然後輸掉會戰這樣 嗯 好 了解 現在兩邊出現了分歧 那我又要來做一個 也不能算合適 但是我猜這個一定是大會戰 我們剛剛的小編啊 已經剪出了一個就是 完全沒有傷亡的會戰 我們以正常的推理來說 她肯定是一個大會戰 因為如果要是又是 情境的拉扯的話 那這個單元就太無聊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至少 三換三以上的會戰 我 贊同郎邊說的 可能會開戰做下去 然後現在看起來 女超被拉扯到左邊 中間合到一堆人 然後輸 輸搞不好還會往下走咧 誰知道呢 沒有啦 我還要往上咧 不一定 也許她果然痾痾的 那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感覺夜叉會把它們都包開 然後應該是 右邊贏 然後贏兩顆頭一下 太保守了 你不是說三換三大換帳嗎 不是我是說贏兩顆頭 所以也許是五換三 也許是四換二這樣子 沒有我不行 我跟她看到夜叉沒閃現 我覺得她不能關到 沒有她就走過去就會有 沒有她不會關到 Trust me 好開始 應該是 還是會出現那個夜叉 關爆 那我也制服 好會這樣做起來了 雷系預測爆 現在做一個反打 哇 坐起來 大會戰 不可能坐坐起來 就哭吃了沒 她就走過去就會有 沒有她不會關到 Trust me 這樣應該算了 乃綠得分 因為我們三個之後 你猜是藍方的EMO獲勝 乃綠得分 今天影片預測的環節 到這邊進入尾聲 看到幾個高雄城市 就是在這麼精彩的片段 大家也千萬不要忘記 Gwebu NEO 台中城市賽 也要馬上到來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